现在这个世界真的是天灾人祸不断 刚才没讲吗 一个凯米台风进到了中国 本来从福建登陆 从福建登陆一路往北 它现在造什么 造成湖南大淹水 华北大淹水 北京大淹水 山东大淹水 一路还跑到了东北 刚刚讲的压绿江整个都满过来了 那你想只有中国吗 没有 可不在哪里 印度南部 印度南部更可怕 它现在三体滑坡 它整个刚刚讲到的黄土 等于说这个水流的整个区域 全部都淹水了 对 其实印度南部这个地方 这个邦呢 它的这个三体滑坡 非常非常的可怕 你用空拍来看的话 你会觉得啊 就是水一卖出来而美 保洁哥这原本是一个村庄啊 这原本是有基础设施 这原本是有民宅的 明明是有公车站的 全部都不见了 好 老婆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就是三体滑坡下去之后呢 整个村庄不见了 不见了之后呢 大家回头去找 竟然发现说 哇 怎么有166个人死亡 然后呢 其中有192个人失踪 毫不容易听到 有人在一个呼救声 这是一个人 一只手 对 他想尽办法 自己从土里伸出来 因为 大家这边弄一弄之后 原没有人要走了 他赶快拿出一只手来 然后告诉大家 这边有这边有 然后这个方向之后 你知道吗 虽然他刚刚的画面 他拼命把手给伸出来 对 因为他以为说 大家已经要超过 越过他了 没有要救他了 然后呢 这像不像是 非常非常可怕的 兵马俑出土 他到最后已经失去力量了 然后呢 只能靠大家 右手挖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家庭 不知道说 你这铲子下去 会不会旁边 你插到其他的人 所以呢 大家就像是古文物出土一样 慢慢地拨 慢慢地拨 幸好很快 让他投列出来 那这个画面 看到这非常可怕 山底滑坡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山上 上面的土石 泥沙 还有树木 全部一起下来 对 一下的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方向非常的痛苦 是你把这些房子 给弄倒了 这些整个厨 弄倒了之后呢 你现在不能用 大型机器去挖 你挖下去的话 你怎么知道 下面是人 还是碎石 如果真的有一个人 被拦腰折断 那你就救不到了嘛 可是你用人力的话 你现在第一件事情 你把第一层 像是夹心饼干 第一层 你把土木给拉开 拉开完之后呢 后面还有什么 还有砖块 还有瓦砺 因为 原本这些地方 都是住宅区 所以你下面 整个房子不见之后呢 就是压在下面 等你把这些石头 弄完之后呢 进入到第三层 土的时候 哇 你说现在失踪的 192个人 你还有办法 拿到好消息吗 其实非常的困难 所以呢 这个状况 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他有些村庄 166个人死亡 失踪是192个 对 192个失踪 到现在来讲 还在抢救当中 好 那这些地方的话 你灾后 很多很多人 要想办法救出来 但是没办法 因为雨继续下 还在下雨 出石流继续下来 所以他们最后怎么用 全部都只用绳索 一个一个去拉 然后绳索去救援的过程当中 你也看得真的非常的可怕 你一个对着一个 然后呢 慢慢的用绳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用绳索来过河 所以他在渡江是透过绳索 对 然后呢 有时候水会把人给淹没 你淹没的话 你只能靠你自己的背力 跟你的核心 你想尽办法 你至少要撑住 等到水小一点的时候 大家再想办法把你拉过去 对 这种状况的话 你看看 很多很多人是受困在 比较小的一个区域 如果比较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救出来 等到夜晚 然后呢 这个水又继续冲 如果又有其他的三底滑坡下来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从这个看 你知道这个水有多么急 对啊 然后除了人会被冲走之外 还有汽车 汽车呢 也是直接就被给冲走 你知道 你这已经走到一半了 全没路 腿没路 你也不能巴骨啊 那你只能继续往前冲 可是到后面 你会发现 这个水越来越急 越来越急 你差一点就被冲下去 但幸好这个是顺利过关 可是你这种状况来讲的话 在他们的南部的一间帮 真的非常的危急 而且刚刚讲到的 现在凯米台风 进到了中国 造成很大的一个灾情 那东北刚刚讲的 连压力一张都开始要议题了 那东北的水患结束了 没有 像刚刚讲的 东北现在 已经开始水患 还是继续 还在维持着 对这个特大洪峰 又再度的去春袭东北 他们都说 这个东西都不是海边 都不是在港口 你要去看海 你要去看浪 不用 你在住家楼下 在城市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了 这些都是哈尔滨的 这些城市里面 全部都已经淹上来了 然后很多人 赶快把沙包去阻挡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已经淹下来 然后到了晚上以后 很多的民众 你总是要出去 外面吃个东西 你到晚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很多人走着走着 感觉上就差一点 就被冲走了 因为来讲的话 这个水到底什么时候退 大家不知道 但更可怕的是 看一个牡丹江 牡丹江在这个地方 这个靳柏湖 你在过去来讲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景点 可是这种画面 你就想不到 以前这个照片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凉体 然后下面呢 就水面无波 你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美的画面 可是呢 当这个靳柏湖 水淹出来的时候 你就觉得 这好像是谁的水龙头 忘了关啊 全部都可以跑下来 那跑下来之后呢 到目前为止的话 你看到整个空拍足过去 真的是汪洋沼泽一片 谁都逃不了 你说东北到现在 还没解除水患 还没有解除水患 而且呢 这已经是他们的 第25次 25次的编号洪水了 到陆续以来 已经25次 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 东北其实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惨烈 这些东西冲下去之后呢 你未来的农桌午 你根本没有办法生长 没有办法生长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 明年的这个食物的攻击 好 我们刚刚看到 你现在在湖南 就不讲 湖南现在淹水非常严重 那湖南水退了以后 导播我看这个图 然后满目苍仪 对 但过去来讲的话 湖南真的是非常辛苦 过去几个月前 我们在讲 湖南就是没有水嘛 你没有水 怎么有农作物呢 结果呢 有水之后呢 现在呢 变成洪灾啊 洪水时代呢 就变成很多的民众 就受伤 现在来讲 大概有10.7万公顷的 庄稼被淹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很会 很大面积的影响到 他们的农作物 好 宇雪 刚刚讲这个世界之间 就是天灾人祸不断 这个时候刚刚讲的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 还在持续当中 这个持续当中里面 今天以色列弄了大招招 一天之内 将怎么 真主党的这个所谓的领袖 我把你干掉了 甚至 我把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 也干掉 干掉最恐怖的事 他干掉的地点 现在确定在伊朗的德黑兰 而且 他是在哪里 是伊朗德黑兰的 博爱特区 他旁边就是总统府 现在恐怖的是 他现在用什么样的武器 用什么样的方式 进行攻击 德黑兰还不知道 本来刚刚他们现在 整个吓唤 是以色列的媒体 在这边讲 他这个地方呢 是在哪里 是我们在讲 伊朗靠近北部的 一个这种老兵的 所居住的一种 非常豪华的 六层楼的建筑物 但你看哦 现在他们终于曝光了 这个所谓的画面 宝克 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 有一个地方呢 用绿色的布 直接把它盖起来 但这个绿色的布呢 它的范围也不大 好像就只有 那个比较偏高楼层的地方呢 有所毁损 所以现在呢 我们讲以色列的媒体 直接揭露说 事实上呢 这是用所谓的Spike 也就是所谓的 长丁飞弹 长丁导弹 所打击 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但他们为什么说 应该是长丁的 因为第一 他直接从窗户打进去 对 因为他们研判哦 我们原本于大家 一直以为说 是不是用无人机 或者是用这种 飞机的模式呢 来进行攻击 就他们说不是 好像是从境内发射的 这才最可怕嘛 因为长丁飞弹呢 它最远的距离呢 大概多少 也顶多12公里而已 短的呢 大概就是一两公里的 这种范围之内 所以以色列有人埋伏 在德克兰里面 对 这才最可怕 再来 我怎么把长丁运进去的 因为为什么我们说 各位这个消息很可靠 因为包括我们讲的 连这个阿拉伯语系的媒体呢 也引述这个报道说 应该是在境内发射的 而且非常有可能是长丁 但你知道这个 最可怕在哪里吗 你看哦 这个是案发的所谓的地点 它距离我们讲的 伊朗的萨阿德 奥巴德宫电群 也就是他们总统附近 大概只有多少的距离 各位 832公尺 换言之 我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我就在靠近你 总统附近动土 而且你看哦 所以那个地方根本就是 德克兰的博爱特区嘛 对 就是我想想看 保雷公 我刚才是不是讲说 他的射程大概就是 1公里到12公里之内 所以我如果是在这附近 在这附近 在这附近 我可以射他 你想想看 我也可以射总统附 对 我对你来讲 这是多大恫吓啊 等于就是说 我直接在恐吓你们 那哈尼阿在这边 我们讲 直接招他疾病 但你知道更可怕是什么吗 他不只是招待哈尼阿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与此同时呢 巴勒斯坦的这个 伊斯坦圣战组织 纳克哈拉 他在哪里 他在楼下 他人也就在楼下 你知道吗 所以你想想看 他是一个巴勒斯坦的 这个圣战组织 然后呢 他就坐在楼下 然后突然听到 砰一声 然后慌乱俱响 吓死了 哈尼阿就死了 对 结果你知道吗 他完全安然无恙 所以他们讲说 这个是非常精准的打击 因为各位 你仔细看这张图 你会看得更清楚 底下的建筑物 有没有收到任何的 完全没有嘛 所以等于说我来 我就是只是要针对你 而且你看哦 他是多么精准 就是说我只要透过一些 散病 可能两个人 两个人为一组 我们就把这个长丁飞弹呢 我们就是在地面准备好 扒完之后 那你知道为什么抓不到吗 因为第一个他有个功能 他叫fire and forget 就射完之后 我不用管他 他等于说他会自主去判定说 我锁定好的目标 他自动会去导航到那边 再第二件事情 各位他发射之后 他有个特点 他是我们讲延迟点火 等于说我射完这个飞弹 长丁飞弹 我能赶快跑 跑了之后呢 他自己的助燃器才会发射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人在哪里嘛 所以你先想看哦 他们透过这个系统 而且现在研判说 到底怎么样掌握到 这个我们讲的哈尼亚的位置 很奇怪啊 明明到这边这么隐秘 而且时间大概36个小时以内 有把他早上说 恐怕有一个可能 就是他身边的水户 已经被渗透了 这是一种讲法嘛 说他水户被渗透了 所以我才会提供这个资讯 给以色列上去打击 但我们讲 还有另外一种讲法 就更有趣了 你知道这个想法是什么吗 说根本不是 是因为哈尼亚呢 乱用手机 什么叫乱用手机 手机上 还有那个WhatsApp 发射了一个讯息 这才是最大的关键嘛 什么叫做WhatsApp发射讯息 因为呢 事实上以色列早就有 研发一个天马程式 那这个天马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 特洛伊木马 飞在天空那一种 它特别在哪里 以前呢 这种天马程式就是说 你要去点那种病毒邮件 邮件你点下去之后 我才可以掌握到你位置 他说现在不用 比如说你用我们讲的SNS啊 或者是URL 或者是通讯软体 WhatsApp 你只要传送一个讯息之后 我马上以色列这边 因为我已经锁定你的手机嘛 我就可以得知你相对应的位置 他们说是通过这种方式 去打击了嘛 所以我植入一个程式 你只要用任何的社群软体 我都会知道你的位置 对 等于说用骇客的方式 所以他们现在在推估说 如果说就算不是长丁飞蛋 其实我们讲以色列 要集杀的方式白白走 因为各位 你不要忘了 大火 甚至呢占了我们讲 五成六成之多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就讲 会不会是透过这种 炎荡型的这种油弹弹料 什么意思 比如说他可以拍一台 自杀无人机 无人机我知道你的位置之后 我在定点等待着 等待你比如说 你人进来之后呢 我才会自动启动 启动之后 他甚至可以用AI的方式 自己去寻找目标 甚至进行辨识 所以他们说这种东西 也有可能是最后造成 击杀Honey的致命武器 所以提会 这个真的太可怕了 你今天已经一天一夜了 你用什么样的飞机 用什么样的武器 竟然伊朗现在还莫衷一次 代表说 我今天到了伊朗 如入无人之地 对 按照评估来讲的话 应该是有以色列的特工 事实上早就已经 埋伏在德黑兰了 那其实在德黑兰当中 其实他这个哈尼亚 他是参加完 这个新总统的就职典礼之后 回去住处的时候 才受到这样的一个惨杀 所以代表说 已经早就有人盯上他了 而什么时候他到了伊朗 什么时候要进入住处 到住所 这些其实都已经在 以色列的掌控当中 我今天如果有可能杀了 这个哈尼尔 我就有可能杀了 伊朗里面所有的人 是 不仅是伊朗的 所有的领袖们 而且包含所有 亲伊朗政权的 包含像尼巴勒正主党的 包含像胡塞组织的 这些领导人们 都可能在以色列的 这个斩首行动当中 所以我们知道说 以色列真的是非常可怕的 你只要惹上以色列 你就不得好死 事实上如果你要反击以色列 除非你有坚强的实力 否则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用处的 否则来讲的话 没有办法了 他今天把哈尼尔杀了 他不得把哈尼尔杀了 刚刚讲今年四月 又把他三个小孩 三个孙女 一个孙子给杀了 后来到了六月以后 又把他一个家族 整个十个人也全部殲灭 现在哈尼尔的整个家族 也有七十个人 我把你周边 你家族才多少 你家族七十个人 把你杀光之后 我最后才把你给揭灭掉 是 这个叫最后 就叫诸九族的概念 为什么 避免你未来的后代子孙 来找我以色列报仇 这个不管是哈马斯也好 或者是说巴勒斯坦也好 他们为什么采取这个行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的亲朋好友 上一代的 下一代都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今天来讲 以色列他要斩草除根 所以以色列是故意的 他故意的 你知道中国上个礼拜 还在办一个什么会议 叫做巴勒斯坦 把四个派别找来说 你们要独立建国要干嘛 结果没想到 下个礼拜 马上他的这个哈尼尔 就被杀掉了 这代表给中国水平你知道吗 美国的今天这个 白宫发言人Kirby 他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你中国根本就没有作为 你今天还在找这些中东的 你能不能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完全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代表什么 中国想要插索中东事物 但是现在看起来讲的话 你站错边了 你在以色列的问题上面来讲 你没有办法确保以色列 而以色列自己来 自己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现在哈尼尔 哈尼尼就是说 伊朗的这个最高精神 你就说要反击 问题是伊朗有什么本钱可以反击 完全没有任何本钱可以反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中东局势 可能开始做一些变化了 我们下期间的施策 我们下期见完 получ了 我们下期见完 高兴 我们下期再见